卫生部长王以康说 奥密克戎毒株导致的新一波疫情 可能在接下来几个星期内达到高峰 我国当前关注三大挑战 包括加护病房使用率、住院率 以及医院人手短缺的问题 卫生部因此不得不做出调整 暂停让访客到所有的医院和疗养院等 护理设施、探访患者和住户 部长王以康今天出席新宝集团大楼 和欧南社区医院开幕理事表示 加护病房的使用率在过去的周末略微下跌 但是随着奥密克戎疫情进入高峰期 医疗系统将面对更多压力 我们必须通过这个 楼高19层的新宝集团大楼设有 园区后勤中心、中央厨房、行政人员、办公室等主要设施 为中央医院和园区的其他医疗机构的日常运作提供支援 并且在2019年11月逐步的投入运作 这在大楼内的欧南社区医院共有545张住院病床 可在需要的时候迅速转换为急症护理设施 是我国第九家社区医院